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顾苏兰是规定 前来求去的子弟 没有败帖 不得进入 小哥哥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我们的败帖是不小心弄丢的 绝对不是故意丢的 而且 你看我们这几个活人都站在这儿 还能有假吗 这位公子 没有败帖 我无法确认你们的身份 你看现在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 你总不能看我们露宿街头吧 对不对 要不这样 麻烦你去请一下你们家主 他见过我们师姐 一看到 便知道 我们说的是真的 那请诸位先在此等候 等到有时三刻 我换房之际 再进去 有时三刻 这太阳都快落山了呀 阿信 不得无礼 但是师姐 父亲嘱咐过 无论何时 不能失了分策 先退出山门 再做打算吧 二公子 您回来了 何人炫火 这个蓝二公子 想必就是蓝石双臂的蓝王亲 蓝石家主蓝锡臣的弟弟 那他一定能让他们进去 这是 先抬进去吧 怎么死得这么惨 死 我看到不像吗 倒像是种了什么邪术 邪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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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脚 兰儿公子 我们不慎一落败铁 如今天色渐稳 路速不变 烦请兰儿公子通融一耳 没有败铁 不得入内 兰儿公子 我们一路自云梦而下 连续舟车劳顿 终于在日落之前 赶到了云深不知处 你就因为一张败铁 把人拒之门外 也太过于刻靶了吧 没有败铁 不得入内 兰儿公子 我们是不小心丢的 绝对不是故意的 通融一下吧 找到再来 兰儿公子 这太阳马上落山了 这彩一阵距云深不知处 二十多里 你现在叫我们回去找 也太前人所难了吧 兰儿公子 实在不行我们那个 我们 你已经被兰儿公子禁言了 非兰氏之人不得己 要熬一炷香的时间 方可解开 兰儿公子禁言 男二公子 这么晚出来 出来 出来看月亮啊 我是来找我师姐他们的 对了 那个拜帖我找到了 就在我怀里 我给你看 破坏结界 触犯蓝室家规 夜规者不过某时末不忍入内 触犯蓝室家规 私带酒入内 触犯蓝室家规 蓝二公子 我呢 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姑苏蓝室 许多规矩我确实不太懂 但是我发誓 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 而且我这不是也着急 找江城厚师姐他们吗 这样吧 你就放我进去看一眼 我就看一眼 这样吧 天子孝 我分给你一谈 当做没看见我行不行 欲迈通执法者 最佳一等 艾蓝室公子 不至于这么不通情理吧 你之前在山门口 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把我禁言了 怎么说 你也有一点责任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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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这个小古板 功夫这么好 我今天还有事要忙 不陪你玩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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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啊 你且先解了魏公子的禁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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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古板 哎 孙虎君 你听我说 蓝湾说得一点也不准 蓝湾这个小古板 能说三个字 绝对不说一句话 我来说 来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傍晚我们一行人 我们到达云深不知处门口 才发现忘记带败铁 但是按理说也不能怪我们呀 要怪就只能怪金子轩那个花孔雀 哎 总之 就是我们到了山门口 却无法进入 没有办法 我只能孤身一人去找败铁了 这姑苏的天子孝 天下驰鸣 我买两坛酒 总不为过吧 谁知道我一口还没有喝 就被蓝湾给打碎了一坛 我还没有让他陪我的天子孝呢 他倒好 还敬我言 魏公子 无论如何呢 你也是破坏了蓝湾的规矩 你也不能怪忘记打坏了你的酒坛 再者 江姑娘和江公子 也是忘记向我说明的原委才 兄长 我师姐他们进来了 他放进来的 看来你也没有那么的不近人 喂 蓝湛 你不是吧 就算我向你道歉还不行吗 好了 魏公子 既然是误会一场 那就回去歇息吧 我就是想想想想想想想标明一下 你应该给闻吧 你应该给闻开